金秋是收获的时候 也是致敬耕耘的季节 东北平原 稻浪随风清白 西南山区 果树掌势喜人 西北高原 牛羊日渐肥壮 东南沿海 渔船满载而归 华北平原 青沙障一眼望不到边 在这个村 四十多年来 确实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杨宝林 在天津市东立区 胡璋庄村扎根了四十多年 他的生活 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 胡璋庄村曾是贫困村 乘着改革开放 和乡村振兴的东风 家家户户种起了葡萄 一颗颗香甜葡萄 也成了村民们的致富国 天津市东立区 华明街道 胡璋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党支部书记 李市长杨宝林 现在的葡萄产 是我们农业的一大项的植物贪业 在杨宝林的带领下 村里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 村民居住条件也得到了改善 集体收入显著提升 天津市东立区 华明街道 胡璋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党支部书记 李市长杨宝林 从头一年比一年 加点好 老百姓有收入 他们就高兴了 几次更多了 天津市东立区 华明街道 胡璋庄村村民 刘林松 每一步都不容易 但每一步都止 我们的奔豆油 采用传统压榨的工艺 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豆油的营养 和纯粮的骨盖 在全国产粮大县 吉林省四平市黎树县 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李市长韩凤香 正在网络直播间 推荐合作社自主品牌 韩小鸭 鸭榨奔豆油 从合作社刚创办时 只有五名社员 到如今 韩凤香的合作社 不仅有了自己的品牌 更走上了一条致富新路 这个国庆节 合作社也开启了秋收模式 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李市长韩凤香 今年我们合作社的地 都是采用的保物性耕作的 梨树模式 为玉米封产 打下了好基础 从习惯于传统耕种 到如今采用 节感覆盖还田的 梨树模式科学种田 韩凤香带领社员们 与时俱进 引进了无人驾驶拖拉机 无人直保机 智能免耕播种机等装备 学会了利用智慧农业服务平台 数字化种地 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李市长韩凤香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作为新时代的新农民 是家乡的这片黑土地成就了我 我赶上了好时代 会牢牢把中国饭碗 端在自己手上 我有信心 也有底气 当好乡村振兴路上的领头燕 继续种好咱们的黑土地 90后青年周虹 目前在家乡四川省雅安市 迎经县农仓沟镇经营一家民宿 2017年 当他听说家乡正在打造民宿村时 就决定回乡创业 成为一名吃旅游饭的新农人 90后民宿经营者周虹 我选择回到家乡创业 原因有很多 但最重要的还是 那份对家乡的情感 以及迎经县委县政府 出台了一系列扶持返乡创业政策 比如提供资金贷款支持 税收减免等 这让我更加坚定了回乡创业的决心 经过一番努力 周虹将民宿打造成 可接待50余名客人的精品民宿 同时 当地政府也为这些回乡创业者 免费提供烹饪 卫生 安全等培训项目 并组织他们外出参观开阔视野 为创业者服务能力的提升 提供了系统的指导和帮助 90后民宿经营者周虹 近期参加了迎经县2024年新农人培训 浙江省历水市等地的生动 实践如同一面镜子 让我看到了迎经绿色发展的光明前景 说到今后的发展 周虹信心十足 他计划抓住大熊猫国家公园 迎经骗区和卓山森林 康阳旅游度假区建设 带来的新机遇 把闲置土地利用起来 发展绿色农场和亲子乐园 为前来休闲度假和康阳的人 提供更丰富更舒适的绿色体验 同时带动更多老百姓就业 大家一起富起来 90后民宿经营者周虹 推动家乡的绿色发展 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将积极推广绿色农业 生态旅游等可持续发展模式 鼓励乡亲们利用家乡丰富的自然资源 发展绿色产业 实现家门口的生态价值转换 粮仓满了 钱包谷了 乡村美了 这好风景中 有他们洒下大地的每一滴汗水